我是2011年的時候來香港的 我那時候常常跟我朋友開玩笑說 我覺得在香港好像每次去到哪裡 都好像台灣那種跨年擅長一樣 Ida是一位由台灣嫁到來香港的媽媽 因為兩地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習慣 Ida都花了一段時間 才適應到香港的步伐 她也體會到香港和台灣兩地的媽媽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香港人也感覺生活比較急 像我們這種從台灣剛過來的人 就是生活會比較滿 就可能走慢一秒 然後就聽到後面的人會 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現在走路都很快 我之前會一直覺得 香港的媽媽應該都是有在上班的媽媽 應該都是職業婦女比較多 我認識很多香港的媽媽 她們都是說她一定要出去工作 你不想跟社會脫節這樣子 因為香港女性也比較獨立跟強勢 可是台灣的媽媽很多都是有了小孩之後 就可能變做全職媽媽 其實生之前我就想說 那我就是生完以後放完產假 我就要回去上班了 然後可是生完以後是性格會轉變 就是整個想法會轉變 就是突然母性大爆發 然後再加上小朋友可能對我依賴性也很重 因為我餵母奶 然後就不是很想要離開小朋友 還好我的公司也蠻好的 就讓我做兼職這樣子 一半的時間可能上班 然後一半的時間就照顧小孩 比起台灣 Aida覺得香港的親子玩樂地方相對比較小 不過她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給兒子盡情地去玩 其實香港是真的比較沒有那麼親子友善 跟台灣比起來 香港其實玩的地方呢 其實這兩年雖然越來越多 可是都是要收費的 可是台灣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很多免費的外面的公園 就是隨便一個都很好玩了這樣子 我是覺得香港真的是比較缺乏一些 免費的好去處啦 真的 有時候你去某一個地方玩 他還要限你玩 一個小朋友玩20分鐘 然後就出來玩 超多這一種的啊 這一種一大堆那種的 我就覺得要不要這麼趕啦 可是說真的是真的很多小朋友 都在等著要玩 就是小朋友 對小朋友來說 他可能到哪裡他都覺得很好玩啦 其實重點也是他開心就好啦 對啊 然後通常我是會找平日去玩啦 平日就會人比較少一點 然後平日去玩 我就大家的空間也比較大 也不會人擠人這樣子 會玩的感覺比較舒服這樣子 來到香港 艾達坦然都感受到媽媽群之間的壓力 但他都堅持自己的想法 希望兒子開心輕鬆就好 我其實比較偏向是希望小孩開開心心啦 我還蠻放得開的啦 我有時候也會感受到壓力啦 因為香港的環境就是 大家就是很拼啦 小孩子就也才幼稚園 我想想我幼稚園也就是 幼稚園上學放學就好啦 現在功課很多欸 幼稚園每天都有功課 我就覺得好像也夠了啦 真的 我完全沒有加入任何的媽媽群組 我真的是比較想要放鬆一點啦 然後我也有聽很多不同的媽媽 香港的媽媽跟我說 媽媽群組裡面的壓力很大 很多比較的壓力 大家就會不停的傳要幹嘛要幹嘛 或是小孩子做了什麼事情很厲害 大家會突然的精神壓力很大 然後就也會發現很多怪獸家長之類在裡面 但是我就是沒有加入欸 我可能比較想要輕鬆一點啦 Aida不知不覺間 開始習慣和喜歡香港的生活 而她我行我素做媽媽的態度 也都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台灣跟香港的話 其實兩個都喜歡啦 我也慢慢的很喜歡這裡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就比較冷漠嘛 可是呢其實認識以後 其實香港人其實是對你很好的 我覺得很有意氣啦 香港的朋友說真的 尤其是她看到你是台灣的朋友 或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會特別照顧你 也慢慢習慣多人的地方 就我自己會覺得自己是半個香港人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做家長 尤其是媽媽 媽媽是真的很容易 不要說我們就是會玻璃心啊 是真的我自己也會玻璃心 就是有時候你真的試著要跳出來 你會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就把小孩子可能交給爸爸 或者是跟爸爸聊一下 你真的要有自己的me time 然後去放鬆沉澱自己 然後想一想你就會發現 其實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什麼好在意 有些地方只是真的自己太執著了 可能因為也就是做媽之力 也四年多了 就是很多時候人家講什麼 就左耳進右耳出就好了 當他講廢話或者是什麼 就不用太在意啦 因為說真的 你的人生 小孩子的人生是你的 別人講一句 一個不相干的人 你聽他講那麼多幹嘛 他又不需要為你們的人生負責 然後可是你卻因為這句話 或是這件事情 讓你心裡受傷 那不是很虧嗎對不對 你就一定要自己自我安慰 想說那個我們不要理太多 這些人講的話 因為人生真的是自己的 小孩子的人生也是他的 不干別人的事